日本九州福岡出现大面积地陷 福岡市中心博多火车站附近的商业区 当地星期二清晨5点多地陷 出现两个大洞 里面有水流出 路面和街灯都相计跌入洞里面 交通灯也都倒下了 天亮之后清晰见到两个大洞 中间的路面也都突然倒下了 形成一个深15米 面积有27乘30米的大洞 横跨五条行车线和行人路 由高空望下去 整个大洞里面都是水 部分周边建筑物的土地都有塔陷痕迹 建筑物里面的人要撤离 附近一个商场停电 商场里面一个巴士总站虽然仍然运作 但职员要靠电筒协助乘客 始终深多栋商业大厦 以至两公里外的福江机场国际航运流 也都受停电影响 煤气供应都要暂停 事发地段地下25米深处有地铁工程 建筑公司说地陷之前地下突然无水 工人立即停止施工 之后就发生地陷 交通部门官员向民众致歉 有承诺会尽快收复并查明原因 今次出事的路段 正兴建长大约1.4公里的地铁延线 福江市的地铁工程 在2000和2014年亦发生过地陷 前年曾经推行措施 防止再发生类似事故 无线电视记者刘伟軒报道 有线电视记者会尽快收复并查明